各方面都能够参与,能够使得所有的滥用得以预防,或者说至少要把它减少, 而且这些受害者们要使他们能够,比如说像这些网络暴力的受害者, 或者说他们这种被伤害的人,使他们能够得到他们的正当的权益, 能够受到保护,而且新的技术也应该是成为我们生活更为美好的这么一个帮助, 我忘了介绍我自己了,Ida Berta是我的名字,我是意大利人,我从意大利来, 那我是属于一个,Ima,它是一个科研组织,它是专门研究网络安全的这么一个组织, 好,我们再稍微的30秒 大家好,梅林 我事实上呢,是乍德的这个公民社会的代表,我觉得在乍德我们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是有这个,我说的是这个法语,我说我们是有这个玻璃纤维网的, 我们这个玻璃纤维网的确是有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价钱是特别的高, 这个质量也不好,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没有,这个情况下没有办法接触新技术, 那么在乍德我们也是控制特别多,那么就是,好多时候呢,就是说被这个数据也被这个盗窃, 那么这个地方我就说短一点吧, 我就是说写一个非常感谢,我能够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大会, 好,Chart,这个左边的, 最后一个了,大家好,我也是乍德的, 我是这个,作为一个协调员,我这个EFJ代表,EFJ来做的, 我们就是说这个国家大会,国家大会里是我们到了这个好多届的年会, 我们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已经是第EGF了, 我已经是第五届的国家大会了,我们也是讨论的主题, 就是说多领域的参与,我去年的话呢, 参加了我们这个国家IGF大会, 而且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大会上呢,能够跟很多这个年轻人, 它带着不同的背景来参与我们这件事情, 它们自己也是带来了很多闪心的这种意见, 所以说呢,这个非常感谢德国这一次的邀请, 同时呢,德国也是一直是支持这个青年IGF大会的, 对此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另外这个Josua, 他这个帮助我们特别大, 我们也和这个其他的非洲国家, 我们希望能在非洲其他没有这个青年项目的这些国家, 也能够把它们建立起来, 是,我这个参与你们工作真特别的高兴, 最后一个20秒的这么一个评论, 好, 那么我们加纳的这个领导委员会, 埃杜说的名字, 我是这个加纳领导委员会的, 我们今年开了一个这个青年IGF大会, 那么我们可能没有时间给大家讲我们开会的情况了, 说到新技术的时候, 特别是关于就是说是人们不要怕这个新技术, 是他们这个最新技术的恐惧感, 把它给这个消除这种恐惧款, 而且呢, 真正的是让他们知道这个新技术使用起来, 是对他们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是非常愿意跟大家合作, 在未来和大家合作, 好, 现在我们就是, 那么我们就是说下面是我们的信息, 今天是就是说下午4点15分, 我们还会这个, 开这个和协调大会, 主要是说这个我们可持续的这种组织的, 我们同时也要和这些其他的这些融资国家, 我们如何跟他们进行一共同的探讨, 来进行可持续性, 好,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这个大会还会进行继续的, 我们过来一会照相, 然后呢, 就及时的把这场地让出去了, for all their work, thank you.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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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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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